我们真的相信Tesla是安全的第一步 我们在关系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安全 我们希望你们的朋友和家 安全 这是Paramount 安全 安全始终都是Tesla的首要设计原则 而碰撞测试是获取一辆汽车安全系数的重要途径 一款新车在花费了研发人员无数心血之后 将会迎来碰撞测试这个关于安全的大考 在各大洲新车评级测试机构 和主流保险指数机构的考核中 Tesla都交出了行业最高安全评级的全五星打卷 这些全方位的考验需要完成各种不同的试题 应对多种碰撞形式 并通过假人模拟车内外成员 监测受到的伤害程度 结合车身结构的新能变形量和约束系统的表现 来综合评测车辆的安全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不同碰撞场景下 Tesla是如何为成员的安全保驾护航的 在发生碰撞时 钢揉并济的车身结构和材料选择 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安全效果 钢是纯粹的不服软 揉实则是英式力等 Tesla整车采用钢铝混合结构 其中超高强度钢与高强度钢用料配比 最高超过60% 用于碰撞发生时 保证成员舱区域最小限度变形 而有着特别结构设计的溃缩区 则利用最大化吸收碰撞发生时 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从而保护成员安全 在正面碰撞测试中 小面积偏致碰撞对安全性要求最高 对车身结构设计和材料的考验也最为严格 特斯拉基于电动汽车 无发动机的先天优势 在作为溃缩区的车前舱中 能保留更大的吸能区域 并设置更多的溃缩结构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一辆白之身的一个前舱结构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有一个非常长的一根吸能盒 这是一根铝挤出的吸能盒 整体上是一根填字形的结构 这样一根吸能盒 在我们发生前面碰撞的时候 它会形成这样一种波浪一样的一个变形 而对于没有被完全吸收的能量 则通过多条传递路径 向其他车身结构进行分散 第一条路是通过上面的横梁 然后传递到我们A柱的区域 然后还有一条结构是从我们纵梁往根部传递 然后向外侧传递到我们的门槛区域 在最前单做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支撑结构 这样一个三角形的支撑结构可以在我们前面发生碰撞的时候 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的整个踏板会对人的腿部造成一个侵入 前重量的红色零件 实际上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使用了非常高强度的热成形钢 它带来的效果就是在前碰的时候 我们的前仓能够抵御住相关的碰撞 侧面碰撞的不同场景所包含的侧杆侵入测试 被认为是最难通过的测试之一 这就需要通过侧面的屏障尽可能地吸收 并分散撞击物的能量 在我们的门槛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木字形前后贯穿的驴脊出梁 这根梁会从我们的前端一直贯穿到我们后门下部的位置 车辆侧面的门槛横梁 作为首先接受碰撞的溃缩吸能区 这样木字形的设计 能够在有限的溃缩区域内最大化吸能效果 当吸能结束后 各个强度结构件开始承载能量的传递和分散 比如Model Y的主架和副架两侧 由A柱B柱和门槛形成的两个门槛结构 一体湿热成形门槛 其实在业内可以称得上是双甲级的高强钢 它通过一体冲压成形 使得我们整个白车身的侧面 得到一个高强钢的保护 它带来最大的效果 就是乘客在逃生过程当中 依然能够把门打开 从我们的A柱柱到车顶横梁 门槛以及我们地板横梁 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整体式的框架结构 同样的在我们地板区域 因为我们下面是一个电池 我们布置了四根横梁 在侧碰的时候 都能很好的形成一个支撑结构 来防止对成员包括对我们以不电池包的结构的一个侵入 实际上它使用的材料是1700Mbps级别的马式体缸 大部分热成型缸的强度都在1500Mbps级 而我们的马式体缸的强度达到了1700Mbps 这个横梁采用轨压的结构 采用正常的工艺难以把它焊接到车身上 所以咱们使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工艺叫做激光深容焊 这个面就是激光深容焊的焊接面 通过8行122条的激光深容焊 将衡量紧密地连接到中壁板上 车顶静压 是一个衡量翻滚事故中车辆安全性能的重要测试 整车翻滚事故虽然在交通事故总数中的占比很低 但是由翻滚事故导致的成员死亡率 却是所有交通事故中最高的 在这个场景下则需要更强的车顶抗压能力 A柱从这个位置开始 我们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热成型结构 在我们A柱和B柱的搭接的这个前后的一个区域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双层的加强结构 它可以非常有效地把我们侧碰从B柱传递过来的力 通过A柱向前后形成一个分散 也刚好可以分散到我们从顶上两根横梁当中 然后在顶压的时候 它也可以很好地把力往下去做一个良好的分散 这使得车身可承载接近六倍的自身重量 通俗来讲相当于可以承受两头非洲成年象踩在你的Model 3上 另外在侧翻测试中 依靠车辆低重心电池底盘的设计 如同不倒翁的结构 也能够有效减小侧翻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 当以上各种碰撞发生时 为了减少对成员的伤害 除了车身结构设计之外 还需要约束系统进行安全保障 包括安全带安全气囊和座椅等协同一体 通过精准响应车身传感器的调度 为成员提供保护 不过只是达到碰撞测试机构的高标准还不够 为了不断应对更复杂的实际路况 以提供更全面的成员安全保护 特斯拉重新设计 为了自己的碰撞测试 基于真实数据分析的碰撞安全设计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统计 道路交通的真实事故场景 然后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来还原这个事故场景 特斯拉自己的碰撞实验室 我们用一台皮卡撞进我们猫都外 左前轮的位置 来模拟一个在真实道路情况下 预发的一个事故场景 最后通过我们的整车OTA 提供额外的被动安全的保护 那我们称之为数据驱动的安全 当然除了被动安全 特斯拉还一直致力于研发 防患于未然的主动安全系统 同样在各项测试中取得全五星的成绩 因为特斯拉相信 最好的安全是没有事故的发生 根据特斯拉的安全报告显示 特斯拉AutoPilot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使得行车安全水平达到了平均水平的8.66倍 无论在哪个方面 特斯拉在全球市场都采取统一的安全设计标准 锚定全球安全标准等级同步优化迭代 让安全成为全球每一辆特斯拉的标配和底线 安全是一辆车的底线 而五星评分仅仅只是一个起点 特斯拉将始终致力于超越和创造更高的安全标准 这就是特斯拉安全的极佳定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